第495集 虽然因为修罗神宫有上古大镇 造化老人不能硬闯 可如果在外面的话 修罗神国八九成的神海强者 在造化老人手上逃都逃不掉 雪峰仙子出自白族 他非常乐意见到一个不属于四大神国的天下第一人诞生 这可能就会影响到天眼大陆中央区域原本稳定的格局 让他的家族从中受益 当然了 如果造化老人愿意庇护林兰剑 而他再能通过造化老人的关系搭上林兰剑的话 那就更好不过了 在雪峰仙子动着种种小心思的时候 司徒伯南却面沉如水 这叶叉王是一千多年前他亲自动手改造出来的 结果败得毫无悬念 连林明的一脚都没沾到 本想把林明抽魂练随 可现在却一再受挫 司徒浩天也眉头紧粗 为了保证百分百的胜利 他们已经定好了用车轮战消耗林明 可现在一个用极多财富堆起来的杀戮傀儡 出手对付林明 却被一枪击杀 反观林明并没有消耗太多的样子 这让他们心中一下子可没底了 每一个杀戮傀儡都是神国的财富 就算他们底蕴深厚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消耗 这就是林明以大优势击杀夜叉王后想要的效果 虽然他耐力超凡 可也不想无限的车轮战 他要的就是修罗神国心虚 要的就是那些出场的命运 无者心虚 心虚倒不敢用命来消磨他的耐力 怎么可能啊 制出去的长枪竟然有那么大的威力 司徒伯南咬牙切齿的说道 他把长枪的威力归结在白银战灵上 并没有考虑着其中有林明肉体力量的因素 白银战灵就如此威力 天知道这个小畜生突破神海后 战灵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这小畜生绝对留不得 司徒姚希也在一旁帮腔 就在这时司徒姚月走上前来轻声道 陛下让我去与他一战吧 一般的杀戮傀儡 根本就不是林兰剑的对手 而我也不想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 消耗他的体力 姚月想与巅峰状态下的林兰剑一战 这样的胜利 才能铭刻我心中必胜的信念 为我将来冲击更高境界 打下基础 望陛下恩准 之前司徒姚月等人在神行周中 把战斗的过程看得一清二楚 他这一番话说得极为自信 也十分坚决 他欺宠命运 同时身负子吉丹田 林明现在表现出的实力 半点都威胁不到他 当然他也猜到林明没尽全力 与这样万古奇才的战斗 他十分期待 天才都是高傲的 司徒姚月并不想用车轮战的 卑劣手段取得胜利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 听了司徒姚月的话 司徒昊天却眉头一皱 有些不快的说道 姚月 你几乎已经定下 会是将来我修罗神国 神皇继承人 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关系到 修罗神国的未来 你的生命也不再只属于你自己 神国为了培养你 耗费的资源不计其数 难道你要为了所谓的公平一战 就赌上神国的未来和自己的性命吗 你可知道 这一战输了 我们会付出什么代价 司徒昊天说的后边声音陡然拔高 变得严厉起来 虽然他也不认为林明能赢司徒姚月 可小心使得万年传 如果司徒姚月在战斗中陨落 那绝对是修罗神国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 修罗神国有十几个神海强者 可事实上呢 最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神国的力量 不是神海强者的数量 而是神海强者中最顶尖那个人的实力 大野神国和九鼎神国 为什么能吻压修罗神国和七星神国一头 那就是因为大野神国有一个皇叔祖 九鼎神国有一个太上神皇 他们都是接近天下第一人的存在 司徒昊天虽然一直用天下第一人来鼓励司徒姚月 可却根本就没指望他真能成为天下第一人 这有些不切实际 除非遇到大机缘 可是接近天下第一人的存在 那还是有一丝希望达到的 到时候修罗神国也能更进一步提升地位 在奇迹之海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 司徒姚月的命 比两个普通的神海大能都重要 更何况输了这场比赛 得罪却不能杀死林明的代价 修罗神国也难以承受 是陛下 姚月之错 虽然心有不甘 但司徒姚月还是只能遵命 继续派杀戮傀儡 养兵前日 永兵也是 反正近期也不会爆发国产 比起输了这一战的代价 一些傀儡算什么 司徒柏南咬牙切齿 师徒柏南 这一战已经打算好了 先用傀儡再用国师 确保万无一失 虽然他没有受伤 但刚才那么强大的攻击 也许是某种特殊武技 体力比人消耗极大 这次用更强的傀儡 我看这小畜生能撑刀几十 林明那一枪 威力强大的超乎寻常 司徒柏南才不信 林明制出这一枪 轻松无比 既然已经豁出血本了 司徒柏南就绝对不会打退堂鼓 他是要消耗完林明的体力 武毒王 你出手 司徒柏南命令道 是 被称为武毒王的 是一个脸色蜡黄 脸上遍布老人般的干瘦老者 修为到命运境界的武者 其实根本不会产生老人般 而武毒王脸上之所以有这些斑点 那都是毒素留下的 他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毒药罐 擂台上 林明的枪已经被神器族的直视取回 这杆红色长枪 单论硬度 可以达到天阶上品宝器的水准 完全不用担心损毁 利用这段时间 林明已经开启修门 将之前消耗的真元和体力补充完毕 再次达到巅峰状态 毕竟他原本消耗的体力就不多 武毒王和林明相聚树立战力 如此远的距离 如果是凡人的话 事业中的对手就黄道粒那么大 可对武者来说 这点距离一个冲刺就到了 可是一个冲刺 这也是时间呢 起码会给武毒王留下一点反应的余地 虽然他在忌惮临明之前制出去的诡异长枪 只要被这一枪射中 武毒王认为自己没有活血的可能 在身体周围布卸一层真元守护 武毒王悄无声息 拿出几面黑色的阵旗 要布置毒阵 他精通用毒 同时还是阵法师 两者结合 他才能发挥出最强战力 身处阵法中可攻可守啊 看到武毒王极度小心的动作 林明笑了 你以为这么做就安全了 武毒王布阵极快 转眼间在他周围就泛起了一片紫色的浓雾罩 将他完全笼罩起来 这种毒雾罩就是武毒王布卸的防御阵法 自带污染真元的特性 武者冲入其中 哪怕撑起护体真元 只要被这子物沾上一点 都会被毒素窜入身体 从而导致受伤 你们似乎都不怕死啊 林明一步步向前 而毒阵中的武毒王很快布下第二道阵法 第二层子物出现 防御更加严密 他不但丝毫感情的说道 我们已经是必死之人 积伤你 尚能负责子孙 原来如此 话音刚落 林明双目陡然迸发出一缕寒光 他看似随意的迈出一步 树里距离一闪而逝 林明几乎瞬移到了毒物阵之中 武毒王之前布卸的两道毒物阵法 根本就没能阻他一分一毫 以林明现在对空间意境的理解 如果阵法中没有融入空间法则 根本对林明无效 红色长枪中灌注紫色雷霆 偏接极品的九天雷铃 迸发出太阳一般的光辉 追电 一枪刺出 快如闪电 根本不给武毒王任何反应的时间 那一瞬间 毒阵中的一切都被紫色雷池笼罩了 武毒王发出一声爆吼 手中扔出一块阵盘 那阵盘在空中急速旋转 眼看又爆炸开来 然而林明速度太快 扭曲空间的一击瞬间而至 一枪劈开武毒王的身体 闪烁的雷霆 将他肉体焚烧的焦黑 而就在这时 武毒王的身体竟然毫无征兆的自爆 各种毒血毒液四散飞溅 林明瞳孔畏缩 抽身暴退 轰 武毒王连人带毒阵一起爆炸了 恐怖的剧毒四射开来 将阵法加持后的断衫 都腐尸出一个大洞 林明已经退到五里开外 他的护体真元激烈的震荡着 隐隐的有呲呲的声音发出 这是护体真元与毒素激烈撞击的声音 好诡异的毒素竟能污染真元 林明面无表情 白银占领激荡 化成意志之剑批斩出去 瞬间斩灭毒素生机 占领的特性 是可以附着在任何物质上 同时灭杀一切 包括食物 灵魂 立场 能量 心魔 等等 一招击败五毒王 并没有超出在场武者的意料 又是一招灭杀 厉害啊 不过林兰剑也被毒素剥挤了 不到有没有大碍啊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说不好 魔道毒工极为诡异 有时候中毒后 看似没有任何问题吧 过一段时间 这毒素就会发作了 让武者化为浓血 就有点像那个狂犬病 最长的潜伏期可以达到18年 也就是说一岁被咬的时候 19岁的时候狂犬病发作了 不过在周围的武者看来 以林明的实力 不至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不过受到轻微的影响 还有可能 这可是车轮战呢 任何影响都足以累积起来 最终致命 这个小畜生 五毒王的自爆 也没能伤到他 那又如何 每一场战斗 他总会消耗力量 我就看他能坚持到几时 白骨王 你出手 只要你伤到他 我为你的家族解除奴籍 修罗神国这千年来 征战四方 征服那些妄图挑战 他们权威的势力 而这些被征服势力中的 顶级强者 就会为众血奴役 同时制成杀戮傀儡 白骨王就是其中之一 原本他的家族 也是五品家族 可是家族的靠山 与修罗神国是仇敌 后来靠山倒塌了 白骨王的家族 也受到牵连 白骨王身材魁梧高大 身披一身骨甲 走路之间骨片鸡状 是堂堂作响 因为被使用种种秘法改造 又种下奴印 白骨王双目无神 但是对司徒伯南的承诺 他心中却有一股 冥冥中的执念 唤醒了他最深处的记忆 啥 白骨王口中咬出这个字 就听 他浑身上下 竟是冒出了无数的骨刺 本体就像是一个流星锤一样 向林明砸过来 林明眼中闪过一丝一芒 眼前这白骨王身上附着的骨甲 不是炼制出来的铠甲 而是他本身的骨骼所生成 一个骨骼一花的舞者 还真是奇特 这怎么有点像火影忍者里 那个军马吕呢 可是啊 绝对的实力差距 无法弥补 哄 一声撞击 白骨王胸前的骨骼尖刺 齐齐破碎 下一刻红色长枪倒卷而回 重重砸在白骨王后脑子上 白骨王背后的防御骨气 像是瓷器一般爆碎 颈椎断裂 那脖子像是一滩烂肉一般撕裂 一颗脑袋飞出百丈之外 重重砸在岩石中 眼珠爆碎 林明的身影出现在百丈之外 感受到右手传来的轻微的酥马感 这种骨骼的坚硬程度超出想象 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司徒浩天双目冷逸 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车轮战进行到底 吃血魔 你上 一个通体赤红的恶魔冲上了一台 这些舞者修习各种外门左道的魔道功法 几乎分不出来是人是鬼 然而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敌人 结果都一样 绝对的实力差距不可逾越 当赤血魔拼着两败俱伤的招式 想要激伤林明的时候 红色长枪携带着白银战灵和滚滚雷霆飞出 如力剑一般刺穿了赤血魔的身体 赤血魔身体爆炸成无数的血雨 长枪重重定在擂台的地面上 炸出了几十丈深的大坑 擂台中附着的阵法被撕开了一大块 摇摇欲坠 赤血魔的死法跟夜叉王几乎一样 敌武场 孟严王 司徒伯南已经杀红了眼 派出一个高手不惜一切代价 孟严王发出的灵魂和梦境攻击 直接被林明的战灵撕裂就听 长枪飞出 孟严王再想要抵挡 然而长枪中灌注的空间意境 和时间意境 让原本可以预测的飞行轨迹 变得千变万花起来 孟严王生生的避开心脏要害 可依旧被这一枪撕裂了小半边身子 他飞身暴退 然而林明一步跨出 穿越空间 瞬间出现在他眼前 一拳砸出粉身碎骨拳 砰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已经撕开了小半边身子的孟严王 根本无法闪避 他直接爆成了一团血雾 林明踏破命运之后 浑身细胞被能量活化 呼吸频率调到一致后 炼力如此的威力提升了一大境界 一拳砸出十丈高的巨石 完全可以碎成尘埃 第五场再生 迄今为止 出场的舞者没有林明义和之敌 第六场 伏地怪 第七场黑铁魔 第八场试魂鬼 第九场绿毛石魁 这比赛开始的钟声 就听当当当当当当 一次一次敲响 这战斗进行的太快 上一场钟声的鱼音 尚在山谷间回荡 下场的钟声又被敲响了 来了回回 绵长沉厚的钟声 回荡在天地之间 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人们的心灵 这根本就是场屠杀呀 无论这些魔道傀儡的招式 有多么诡异 林明都能在三西之内结束战斗 期间林明也不可避免的 和这些强者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按道理说呢 这样的冲撞 虽然不至于伤到林明 可总会造成一些真缘紊乱 或者是气息不稳 可林明这一路打下来 仿佛就不知道疲倦二姿 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 他有丝毫无以为继的情况出现 第十一场 第十二场 第十三场 一直到第十八场 擂台上的林明打出凶性了 此时的他就如同一条觉醒了的真龙 强大的肉体 所向披靡的攻击 一切敌人全部撕烂 全部横扫 无意合之敌 周围的舞者看得是心惊肉跳 这些死在林明手上的舞者 可不是大白菜啊 而是最低五重巅峰 乃至六重命运的强者 他们在千年前 两千年前 那都是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时候 那都是位列天命榜的人物 有些人甚至可能排到天命榜前百 可就是这样的人 让林明像砍瓜切菜一样给杀了 翻来覆去 林明就那几招 可就这些招式 无人能躲 这些招式 每一招都灌注了强大的力量 消耗必然不会少了 一般的舞者就算实力强劲 可是这样的攻击打个十来回 也会有些气短吧 不得不补充灵药吧 只是再好的灵药 补充的真元 也会与自身真元属性 有细微的差别 来不及练化 就会导致体内能量 不纯战斗力退减 可林明 打到现在 一颗灵药都没补充 而看他的样子 依旧没有半点气息紊乱的样 这还是人吗 第二十场轰 出场的魔道杀戮傀儡 被林明一枪扫爆脑袋 红白脑浆崩射出来 转眼间被雷霆之力烧焦 那魔道舞者的无头尸体 轰然倒地 擂台之外 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 这也就是明知是自己 必死的杀戮傀儡 如果是正常人 恐怕已经没有赶上场的了 那送死也不是这么个送法啊 事实上 连杀戮傀儡都让林明打怕了 连杀二十人后 林明身上已经出现了一股 如同荒谷凶兽一般的凶性 累积起来的杀气 在他身边形成无形的能量场 只是靠近就感受到一股破人的压力 难以呼吸 就连司徒浩天都被林明的气势 震慑得有些发虚 派上场的每一个杀戮傀儡 那可都是拿圆灵石堆起来的呀 这些杀戮傀儡派出去 到底能不能消耗林明的体力呀 看着擂台上气息丝毫不乱的林明 司徒浩天心中没底 他目光一转 转到大厅中一个红衣童子身上 玄国师 下一场你上 啊 红衣童子心一酥 冷汗沉沉 陛下 我 红衣童子的实力 排名天命榜四杀 比起上场的那些杀戮傀儡 强许多 可是让他迎战林明 他可没这胆子呀 傻子都能看出来 林明到现在都没尽全力 翻来覆去 就用过寥寥三招 而且林明已经打出凶性了 红衣童子丝毫不认为自己有半分胜算 而生死战 一旦打输了 红衣童子可不指望林明会大发慈悲的饶过自己 尤其是 他跟林明还有诸多过节呢 可以说上台就是自杀呀 怎么 你不想出战 司徒浩天眉头一跤 一股杀气隐隐散发出来 我 红衣童子吞了一口口水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陛下饶命啊 不是臣不想出战 而是臣根本就不是对手啊 恳请陛下开恩 放过臣下吧 臣下此生此事 为修罗神国 小全马之劳 你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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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